2022年,还没有过去一半 YouTube就接连推出了非常多新的功能 就在上一周,你会发现 在你YouTube的工作室里面 也有增添了一个选项,叫研究 这期影片,我就来介绍一下这最新的功能 这功能是怎么用的 能够给我们的频道带来什么好处 Hello大家好,欢迎化我朋友,我是Greyzen 想到YouTube频道在网上导致一个人品牌 欢迎对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 记得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完 也可以找到很多精灵化的小铃铛工具 YouTube开发这个功能目的就是 他们希望借助这些数据的研究 让你更加了解你自己频道的观众 以在YouTube上面的观众在最近搜索的内容 YouTube希望你通过这个工具 去做出观众感兴趣的内容 那么你如果才能够找到这个研究选项呢 你可以拉到YouTube工作室 然后选择数据分析 在这里面,最后一个选项就是研究 熊子的工具就能够让你查看到 你频道的观众 以及YouTube上面的观众 在过去的28天 他们在搜索的热门话题 通过这样的方法 就能够让你更加了解你频道的观众 在YouTube上面你针对观众 你可以了解到他们需要什么 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内容去满足他们需求 这样就会让你影片获得更多的观众量 给你频道带来更多的流量 这个研究功能总共会有三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在YouTube上的搜索 你可以输入一些你想要搜索的关键词或句子 这里搜索结果就会展示出一些相关的 YouTube上面的观众在搜索的话题 此外你还可以查看内容差距 以及每一个字词它的搜索量是如何的 这里的内容差距我需要解释一下 内容差距就是在衡量观众想要搜索的内容 以及实际里面能够搜索出的内容 他们之间的差异 如果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 就代表存在的内容差距 观众找不到与搜索匹配的任何结果 观众找不到和搜索匹配的任何内容 以及观众找不到和搜索结果完全匹配的影片 例如影片都是很老的 或者说影片的画质都非常差 这样YouTube就建议你可以把内容差距作为切入点 制作出最新的影片或者是优化版的影片 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观看者的搜索 这份数据就会告诉你在最近的28天 你频道的观众和同类频道他们的观众 在YouTube上面搜索的观众 同时会展示出各个搜索的观众 它的搜索量是如何的 第三个部分就是移属存 所有你移属存的一些观众词都会存放在这里 你可以随时的查看 你应该选择更多去查看一下谷歌的搜索趋势 你应该选择取消储存 或者是说举报这个观众词 这个功能是新出的 所以肯定会有很多限制 所以第一个限制就是语言的限制 相信大家使用这个功能 只能够展示出英文的所有结果 我知道也有一些观看我频道的观众是使用英文的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使用这个工具 如果使用的是中文或者其他语言 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一路才会开发出更多的语言跟我们使用 还有一个限制就是国家的限制 像这些搜索结果只会从几个国家里面统计出来 通过分别的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英国、美国 一对选择把这个工具和现在已有的数据分析插件进行竞争 因为我们熟知的2Body这个工具 以待现在的功能是完全比不了的 我会给大家做出两者的比较 会告诉大家 一个好的观点值搜索工具应该是怎样的 首先我可以注意到 YouTube提供的这研究的工具 它会展示出一些频道观众搜索 但是我注意到了很多观众搜索都是不相关的 因为观众都是有不同兴趣的 它在YouTube上面不只看同一类的频道 同会看不同类的频道 所以就搜索不同内容 所以现阶段如果想要依赖这个工具 去完全了解你观众的喜好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缺点就是它没有提供更多详细的数据 它只会告诉你这个关键词它的搜索量是高 是中等还是低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图巴迪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关键词它的搜索量 竞争度 还有优化程度 图巴迪会通过不同数据去帮助你比较 一个关键词它是否值得你去做成影片 还有一个学圆就是 这个研究功能只提供了很表面的信息 它并没有告诉你解下去应该怎么做 图巴迪会告诉你 如果这个关键词不适合做的影片 会推荐给你一些相关的搜索话题 就让你从这些话题出发 去做出更优化的影片 YouTube这个新的热门搜索功能 是一个不错的概念 但是还需要加入更多数据和功能去完善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 就使用更加专业的数据分析工具 2Body去帮助你做好关键词优化 就以教程可以去看我这些芯片 如果你觉得这些芯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你们个赞 如果能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欢迎对我频道 如果想共同互动 可以关注IG 在底下描述完 你可以找到很多精力帮助用工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